過去台灣真的是因為氣候風調雨順的情況底下 很少有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 每一年的春天就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現在是乾水期 我跟各位講一個預言 現在日月潭這邊已經開始再去做一個水量的管制 說他現在要把水存起來 原本要拿來發電的水 他不敢亂給出去 每一天都是省下 我記得數據沒錯的話 大概是每天省下20萬噸的水是不敢放出去的 我跟各位說氣候的極端的這個部分 造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說 以前我們雨季的時候下了70%的水 那非雨季的時候下30% 現在是雨季的時候下80%的水 就是暴雨 所以才會造成水災嘛對不對 這個非雨季的時候下20%的水 就變成旱災 沒水投影 我們知道說這個六年六百億是一個綁裝的費用 因為你怎麼可能會把 你會不會把錢拿去給 比方說你這麼講好了 你要修理汽車 你會不會把錢拿去給一個賣化妝品的小姐去幫你修 不可能嘛對不對 但是我們政府是在幹這樣的事情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例子來講 我說你現在你要去花子孫的這些錢 你要去花的話如果是有意的話我們當然會答應 我們是非常非常贊成治水的 可是抓不到漲頭啦齁 不斷的亂開發啦 這個亂開發也是水災很重要的原因喔 比方說舉一個例子 你大量的農田都可以去燃燒棄啊 農田可以去造那些什麼 排水的這個功能 它是最好的天然的製紅城池 可是這樣子的開發沒有水了 就沒有辦法有水可以用了 好這講一個更好笑的是現在桃園航空城是不是要去徵收對不對 對那這個已經環評什麼通通都過了 好桃園有很多的悲堂 就是這個這個池塘的這個部分 各位都要把它囤掉啦 囤掉以後啊 我就在想桃園真的很悲哀 我這個星期我到桃園去演講 我就說我真的不敢買桃園的房子 萬一桃塔大壩垮了 萬一石門水庫垮了 然後你們桃園的悲堂一個一個囤起來 然後去賺很多的錢 去賺這個重化徵收以後 一個水庫如果說只有價值一公頃是十萬塊錢好了 這炒作已經漲了七倍變成七十萬 一百萬變七百萬啦 為什麼因為政府說你這個悲堂用頭給你囤掉之後 可以做什麼 我用那些什麼公告在這裡給你徵收 所以很多人妖怪都是在賺這種錢 我說賺這樣的錢 民間在賺這樣的錢 然後政府在討好這樣子的人 然後在想辦法讓你沒有水喝讓你淹水 這是一個很可惡的行為 那我們也真的非常的呼籲說 這個不是只有我們今天來的這些人的問題 是全台灣人的問題 我們請立法院的這些豬公們 拜託你為我們民眾把關 我們的眼睛是很雪亮的 現在明治已開 以前國父深中山間爭一堤的時候 以前是沒有網路 這次是大家有網路 大家有電話 可以互相去收藏 所以我再講一次 沒有水喝 鹽水都是很痛苦的事情 我們的政府實在不要再做這種慷慨 這條只是說這人拿來治水 不要緊 但是呢 我們在台中市和福利會的朋友在開港的時候 福利會的朋友說一句話 以前我們若買一個人說是敗雞湯 就是說他是啃老族 就是吃老爸吃老父的錢 這是叫做百家庭 但是我們今天政府 他不是百家庭而已 把過去我們累積的資產 全部通通都給花掉浪費掉 他還要把我們的兒子 把我們的孫子 把我們的孫子的孫子的錢 通通都拿來浪費掉 你說的對不對 對 我對 為什麼 今天哪有可能說 把這個錢是拿來給縣市政府去治水 你開什麼玩笑 你就是光明正道的講說 我這個錢要拿來綁裝 我們的地方利益跟政府之間 中央之間的關係是層層糾葛 就像盤根錯節一樣 這個盤根錯節就是 政府拿錢給這個縣市去綁裝 然後呢 這個綁裝的這些人呢 在想辦法去魚肉鄉民 想辦法去搞一些蚊子工程 太煩惱無財無財 去浪費我們的錢 我們講到浪費錢 我說得很好笑的事情 讓大家聽 這是我們台中市政府的事 實在是很建設我住台中啦 台中市要砍掉10顆木棉花 再種上10顆櫻花 為什麼 他說 這個新的櫻花是市民票選出來的行道數 是代表台中市的市數 但是這個工程要花掉多少錢 120萬 好 我們又抓到了一筆預算很好笑 要去放生 要花100萬去放生漁苗 要把這個漁苗花100萬來 然後倒到海裡面去 我說 像這種大大小小大大小小的錢 在這個各縣市政府是什麼都看得見 更不要說這些水利上面所浪費掉的錢 我前幾天去看一個 我們總共 比方說我們這個治療 這個什麼水庫的淤砂 各位可以記得很清楚 南華水庫的漁沙把它挖起來了以後 直接放在山的旁邊 水庫的旁邊 雨一下 沙子又回到那個 又流回到那個水庫裡面 這是哪門子的治水 我說這些治水的工程 真的就是一個很可惡的 就是在亂花錢的工程 最近桃園的這個水庫呢 榮華大壩 他是把漁沙撈起來 要放在那個什麼 溪沙的旁邊的一側 等到下雨以後呢 這個沙子又再趕快流到那個水裡面去 這樣子的工程要花多少錢你知道嗎 底標七千萬啦 得標是兩千萬啦 就是怕一些怪手去把那些什麼沙子放在旁邊 要花兩千萬啦 這就是我們的政府 我說這個六年六百億 這是叫做什麼洋入虎口是不是 就是這麼講 我說我們今天要出來反對的就是這個政府他很無能 他很浪費他很貪腐 甚至有朋友跟我講 我們台灣的治水不要我們台灣自己做 要請德國人來 是請日本人來做 來設計來施工來監造 不要這樣子浪費錢 可見我們對人民對政府 不管是在大事小事上面 這些公信力這些信任感都已經消失了 這是一個政府非常可怕的地方 那我呼籲我們的行政院院長你要去聽得懂我們國民講的話 不要以為民眾都是冷漠的 很多人都會站出來 非常非常多的人會站出來去抗議你這樣子的浪費這樣子的無恥 謝謝